好 人民力量第二節回來 我們剛才那兩節說了 怎樣我們可以搞組織串聯做好 和人材培訓是怎樣呢 另外有幾個問題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關於論述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 我們社民原來已經說了 最強的論述就是 社民聯合人民力量成立之後 很多的傳媒也好 很多的學者也好 就說在政治論述方面 人民力量是較強的 基於網台方面的發展 或者玉敏在立法會發言 和我們出版很多的書籍 包括選舉期間 我們出的那本 翹翹翹翹的答案 都很詳細列了很多理據出來 但是很明顯就是以為 到了這個選舉 特別翻天覆覆地的傳媒的打壓 所有這些論述變成消失了 一個大浪蓋過來 你差不多在沙灘上寫的東西 立刻無殺 但是長遠來說 政治發展論述是重要的 我又不是很擔心政治論述這部分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導師叫王文 他的政治論述 我想在立法會裏不第二都第一 或者不第一都第二 他每一天在做節目 其實他都在論述 我們只不過是抄襲了他 或者模仿了他 知道他的思維邏輯是怎樣 對於我們之後再下區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化為自己的武功 再去洗出來 但是生化不了出去 是 我們的培訓已經在了 我們現在是怎樣去生化出去 傳遞的傳遞和灌輸 我覺得這次區議會我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時間問題 畢竟是兩三個時間 很難去扭轉他們 因為你始終區議會選舉 就算接過你的傳單 其實都未必100%可以 將你傳遞的意念去完 剛才的論述內容和資料是有的 但是在傳遞方面 我們是較為輸蝕的 因為你見到主流傳媒各方面 我們接下來 除了人網之外 老蕭有個報紙的 專欄 但其實我們很多人沒有 其實我們可能要下來考慮 我們有沒有方法 不要說滲透 有什麼方法都可以加多利用主流傳媒 去宣揚我們的意見和政治理論 我想以我們現在和傳媒的關係 我叫你 但我們很少 譬如寫文言 譬如寫文言 每天不登也好 譬如有些敏茂園我們 我們有時都找人寫篇的東西上去 有時都要登 但是我們似乎很少用這些 這個要做 幸好我們的支持者都幾有儀器 他們現在經常發一個活動 就是不斷打上去 譬如自由風 自由風 這類的封煙節目 之後就幫我們說一些好說話 或者把我們的論述 可以透過大器電播出街 封煙節目我們間中做到 但是報紙方面 那些專欄我們更加沒有 可能你老人家和傳媒這樣 我們都可以拿回兩籃做一下 那又不算 現在目前 就是後門心自開 你身背著拳頭 別人不覺得你很重要 你可以不用拳頭的名字 跟你恩申講老先生 老先生 你很多子弟丁在傳媒家中 我們嘗試一下 為何呢 嚴格來說 現在傳媒其實都幾怪雞 我覺得有些人有很多認識 都有很多後悔 不過他們很容易被人影響到 全都踢了 他們已經實惠了原本 我們傳統傳媒的所有人 中立 不是有物理人影響到 而是平時共產黨在會後發功 大哥你真是 對 十多人影響都是 過這個年頭 譬如我們 譬如選民力量 走前了很多 我們接觸的前線記者 或者前線採訪的人 對我們的感覺都幾正面 算太差了 反而幾好 我們什麼都可以說 你知道可能我們 我們不是一些 一般傳統的政治人的門 那種 我們可能多一些玩法 是啊 現在目前四個團體 是對於選民力量 稍為優勢一點 但是我告訴你 越來越沒有 但是問題 前線採訪的人 譬如很簡單 明報 他星期日那晚 有時訪問你那些人 那個出來都幾正面 但是明報的偏差 政治那邊 就打到你 所以其實 什麼端端都好 可能放長線釣大魚 我們和現在前線那些 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去到十年八年之後 等他們去到初情節 之後 對我們有進數 我想要做多一些 做多一些 透過幾方面的關係 看看在主流傳媒方面 第一 在專欄方面 會不會拿多一些 自己的陣地 我覺得很重要 第二 剛才說到 以那些風險節目 網民的朋友 都要多一些打 多一些 抖黑扭曲的論述 以及一些對我們 全面負面 但沒有事實根據一些評論 另外 我們自己本身 出版都要加強 剛才我和英文都在說 接下來 我們可能要出多一些書籍 譬如我們現在出了一本 《票宅票償》的書籍 講《農曆年》出版 那一次 打算講到的 連銷希望可以買到 另外 可能出了一本 這個 有關 過去一年多 人民力量成立之後 我們很多在議會發言的資料 讓市民多些知道 我們很多時候的發言是有內涵 另外 譬如很多重要的 所謂理論性的書籍 關於一些政治理論 或者關於抗爭 其他地方抗爭的歷史 或者公民抗命的論述 給年青一代和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市民多些了解 至於如何借用到 或者透過主流傳媒 進一步發放我們的政治信息 很多時候靠活動 譬如打小人也好 或者713、715也好 譬如有些大型的活動 我們可以自己控制和設計到的情況下 訊息出來了 接下來就靠你們想想 1月1日 可能遊行獨達和連銷 攤位都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這是要大家想想的 講了組織、培訓、論述 另外地區的參與 如何鞏固我們原本的班底都重要 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有賺62個選舉 簡單的62個區也有票 雖然票數不多 但那些票數都是這班支持者 為何要溫好那班支持者 我覺得這反而重要 即是我們不貪心 62個區我們不可以抗拳其他區 將來四年學 這四年學很重要 我覺得是否可以在專業培訓 我們接我培訓之後 短期放入區裏面 借了一些資源 譬如社區中心、會議室 定期談談地區的發展 我想區裏面市民很有興趣 地區發展是哪裏造垃圾站 哪裏搞甚麼 諮詢居民意見 透過與市民的直接自足 這些政黨是不做的 我覺得人民力量 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做 我想我們搞活動、搞班、搞蛇煙 我們沒有這樣做 但跟民生有關的 譬如關於規劃上有些影響 譬如政府計劃哪裏建屏風樓 政府生的問題 其實政府生的問題 在港島那裏可以再談談 看看怎樣做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府發展 我想說到很多居民都未必喜歡 你在政府生那裏建造龐大的金融大廈 可以再跟進一下 另一點是抗爭 因為抗爭怎樣令到香港市民接受抗爭是一個必須 最低限度不要有反感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保守的社會 你看霸佔華爾街行動在美國很多城市 在歐洲發展得很大 香港仍然都是很小撮 那你怎樣將抗爭的信息和信念 可以令到市民較為接受呢 不過我覺得香港市民一直都習慣 有人請願示威 爭取權益很多 但不要阻礙它 我知道不要阻礙它 不要阻礙它 他們是習慣了這些模式 但問題是抗爭這兩個字 可能被人吞吻 那個字面上覺得很有對抗性 可能他們抗爭的行為他們能接受到 字句 字眼上他們覺得好像很激 紛紛到文革的年代 可能他們不能接受 我們看看是否在詞位修飾 詞位修飾 你又是專家 我總覺得這樣還是刺耀 我們人民力量靠抗爭氣格 從3月6日打少人開始 接著大家都知道 接著六三六四 接著七一 接著一三至七一 那個是我們高峰 接著有幾次活動 其實有很多市民跟隨我們 但我發覺我們有些貪性不自殊 我發覺香港市民不是抗拒抗爭 其實我很欣賞他們 每一次我都會懷著感激的心情 但我真的覺得有一兩次行動 是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但我們又沒有機制去檢討 這下令我有時都很失望 如果我們不檢討 我們就幫助 上次檢討了 因為我怕你剛才說沒有檢討 就令到我們幾次活動之後 這個執委會都開了會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檢討 還有落實日後有關這些活動 那個行政架構和處理是怎樣的 那關於抗爭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是面對這麼大的金融霸權 面對這麼大的地產霸權 整個經濟的扭曲 但市民就好像很接受 譬如我們說這個新民主運動 是人民意識的覺醒 民主黨投降出賣去 他們就當作沒事發生 好像有人說 你跟他們說的那些7200人 那些選舉很複雜都不是很明白 這個地產霸權操控 這個超市賣貴的東西 他們又好像很接受 究竟有些什麼行動 有些什麼活動 可以令到香港人 又沒有抗拒感之而 沒有反感之而 又令到可以使到他們的意識 可以逐步提升呢 其實我想是 你要將那個例子更加明顯一點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譬如說他們買貴的東西 其實可能買貴不是很多 買貴兩三元 大家都覺得可以接受 有些人是這樣想 因為香港人太過忙碌 他就是被這些生活麻痺了自己 寧願要方便 就好過要他付出多很多東西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你怎樣將他的生活 跟那個大的政策 扣起上來 然後告訴他們 讓他們直接感受到那個影響 我最好笑的是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從來不關心政治 後來怎樣解釋給他們 就是 你知道為何你現在買產品 為了這麼多嗎 就是因為有地產霸權 那些大陸的人都湧起來 那些人 那些人 我開始明白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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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明白 為何在廣東道以前 都可能找到一間 我們可以走進去的糖水店 吃得到 現在真的沒有了 全部都變成高級名牌 還有連鎖店 你想想 舉個例子 例如本土的 例如印尼餐廳 大家在那裏吃了幾十年 那現在一個人 就不租給你 你不用自然 你就把這些生活 扣到他們那裏 就是一個大的法律 扣到他們那裏 這個當然要花多很多力 大家要多一步去思考 是 我們幾次初步思考 我們過去的成功 即過了八、九個月 我們在採取鬥爭的題目 主題方面我們是精眼 精的選擇 第一就是打小隱那個 我們要他派遷 大家的民修很激起 第二 我同學講到 我們的生活方式 不能受到影響 有恐慌有一個大瓦 蓋下來的 六三六四 七一就是一個重爆發 但其他為什麼失敗在哪裡 我同學講 你不要緊張 我不是說那樣 就是那個第二步機制 就是一般市民不明白 第二步機制 是他的禍害有多大 你明白嗎 是嗎 他覺得隨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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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所謂 真的 大佬走開便移老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在我們有限的空間 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資源 有限的人力的時候 我們只要精算一些題目 香港市民不明白 這樣嗎 我也覺得我們的論述 太深 政制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難的 原來你講政制 你跟他們講 他在跟你講錢 那些師父就是同樣 浪費錢 這些回到八九十年代 我們那時候的社會運動 我自己八十年代起家 就是反兩把加價 當年我負責所謂 當時也沒有港同盟 那時有些地區團體 深關、泉關、清關 你知道那時有很多地區團體 八十年代周街都是關注團體 有一條村有一個關注團體 這些關注團體一串聯 有百多個團體 百多個團體 就搞一些聯區性的行動 反兩把加價 搞全區簽名運動 然後又去請見遊行示威 八十年代我們是搞很多民生議題 由全港議題 包括剛才講兩把加價 這些會有影響 包括你逐條村 有些甚麼問題 包括你一個細區裏 有沒有發展也好 有些街市方面 有些是搬遷街市 有些是小巴站的問題 八十年代是很… 即是成都升了 九十年代初期 差不多所有政治團體 和從政人士 政治層面的東西 反為小廣 尽管是地區民生議題出身 變成了經典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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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和你的議題 不用太大 最主要觸動他的心 這是很重要 如果我們現在經過了大戰 我們又重新開始 又想辦法 其實是我們的人才有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搞一些民生議題 你肯定不夠民建民法 我同意 但是他們方法守舊 我們怎樣贏 就是贏在創作性 如果我們有信心 他們站在市民的對立面 我們可以 哇 大哥 在地區更加厲害 比我們九千多萬 我的想法就是 譬如我們做車三、車四、車五 其實前線記者很開心 很appreciate我們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他有畫面 他自己都報道得開心 他覺得不會的時候 他都想看我們做 那你有沒有發現 過了七月之後 每一次有些所謂大型的活動 記者都很喜歡打電話給我們 就問我們 我們想著怎樣計劃 阿余安 你知道你們成功是別的 我們那次 就是選民倆的功率很大 你們發明了 就扔飛機那裡 很多人本身不敢去扔 或者他形狀的地位 但心中 每個人都覺得 其中有一把飛機是我的 每個人都心中 所以我們觸動人心的一點 那些不同 所以我們可能多些 抗爭之餘是娛樂性的 對 還有創意的 政治一定要娛樂化 我們已經決定了 快樂抗爭 要想到那些快樂抗爭 就是這樣說怎樣暴力 那些人就是這樣說 包括飛機 沒有人說我們暴力 搞到那些政府官員 現在增加了很多傘 是不是 沒有人說他們暴力 那現在沒有人 我們反而將拳擊 在那裡的飛機 哈哈哈哈 你用飛機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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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譬如我們六、六年 都做一些飛機的 是啊 要玩一下 要玩一下 然後下來連串 由現在去到 下年一段期間 究竟有什麼主要的題目 即是 跟民生有關 又可以適合抗爭的一些行為 一些手段 又可以令到多些市民參與 亦都是令到市民看完之後 覺得認同接受的 我想在抗爭的範疇 我們有兩個重點 就是我們assess到 哪一個議題 真的會觸動到市民 他們真的有反向 然後就是你用的方法 那個創意 來怎樣抗爭 然後每一次來參加的人 都覺得 又有趣 又不危險 又得意 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都可以繼續來做 他們覺得是抗爭的 真的對 有一件事 但我也不太贊成 你說我們做五個民建 我覺得不是 他有局限 由於他是請聖公仔 有很多局限 等於我們派錢的時候 他們就反對 對不對 他比較敢出聲 所以我覺得 由於他們這樣的傳奇 我們的確有很多活動的空間 發展的空間 只不過後來這兩十幾個月 有餘的區選 我覺得有時候都亂了一陣 我們都要承認 但是不足以令我們滅亡 你知道嗎 我們連滅亡仍然很遠 很多人想我們滅亡 他瘋狂我們都未滅亡 他說話真厲害 事實都是這樣 其實香港的形勢是險著的 我和毓民和朋友和核心都提到 接下來對人民力量的主要領導層的打壓 我相信是會更加嚴峻 是會更加嚴峻 所以大家要警惕 打聲就要分精神 人網和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都要加強警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朋友很支持我們 參與活動 他們都很積極 亦都很投入 但有時候他們個別一些行為 被人一挑釁 就有衝突的時候 傳媒的焦點 不管我們做了99.9%好東西 那0.1%一定成為整個傳媒的焦點 所以拜託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如果參與我們的運動的時候 真的一定要跟從 或者有問題跟我們的負責人商量 最好單獨行動 如果不是一兩個朋友的個別行動 就一定算了人民力量的頭上 我們不怕這方面的打壓 但是接下來的空間其實不多 我們怎樣由加拿下開始到9月 我們重新組合重新建立我們的支持者 因為我們看一些立法會選區 可能到時候輸贏的 是五百到八千票 你想想幾十萬的選民 輸贏是五千到八千票 是一個很輕微的 他整兩個風吹一吹 因為有部分 我們核心支持者 風打都不掉了 但是逢選的一定 有一部分是所謂遊離票的 譬如一加三票 可能一個支持民主黨 一個支持公民黨 第三票可能幾個都可以 他們有些內部分票 至於那些分票 會不會有些是基於人民力量的立場 第一他不會覺得太反感 一反感就沒得談 是吧 他認定你是男子黨 已經不用說了 但是有些 慢慢對你了解加強認識之後 又覺得我們抗爭的路線 香港不可以沒有 因為很多市民支持我們 他們未必會做我們的事 但是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香港是需要抗爭人的政黨 我們衝擊這個政府 和抗衡地產和金融霸權 有不少中產 大學教授也好 或者是一些知識分子 甚至是做生意的 甚至是一些很有錢的大老闆也好 都認同我們是 他們明白到不可以 一個人說了事 他們明白到要有些反對的聲音在 否則對他們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 他們覺得以傳統的泛民 即是吃飯的那些飯 他們覺得給飯吃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這些抗爭型的民主派 他們又感覺到 大哥你不可以沒有的 你們要繼續 我們這陣子 我經常下區都這樣說 有些嘉賓見到我 就說大靠你們要撐住 香港不可以沒有你們 很多人說 那天劉勇和聲薛醫生 去DBS拔萃的open day 王永都叫他撐住 哇大哥 你這件事 王永都叫他撐住 透露了他的心聲 去炒友 去炒友 真是真真假假的 那麼濟衡的聲音 在一個健康社會是要的 現在已經這麼健康更加要 所以我們不是說 爭取市場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的使命感 1.5 我想我們的團結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22個人本身 裏面的質疑也要團結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的支持者 都明白自己都是人民力量的一步 譬如有一次我下區的時候 選舉期間 有個穿著西裝的中層人士 他走來跟我說 你是人民力量嗎 那次我在上水火車站 一群人圍著說髒話 那我就真的 已經沒得了解釋 你平時在區裡 已經少機會和街坊接觸了 大家拿完傳單人離開 唯一談的一個議題 就是短短的三秒 一分鐘 都被人搞到你無法辯駁的時候 大家要明白 穿了這件衣服上去之後 其實已經有一個 identity 有一個身份的認同 也有一個責任 大家要配合 我想大家要理解 我們現在除了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大家參與之外 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就是爭取一些未必熟悉我們 或者將來開始逐步認識我們 要爭取一些所謂 游離的人士的支持和參與 這是人民力量的發展和壯大 特別在下年的立法會選舉 可以有一個較為 不要說那麽災難性的結果 要靠很多方面合作和支持 希望聽人民力量 聽人網節目的朋友 真的從今天開始可以走前多一步 多些參與和支援人民力量的活動 我們很希望隨著網絡的擴闊和鞏固 我們下一步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們星期日有個集思會 我們會有全日時間 我們甚至在路口裡 如果大家沒有時間 各種人來不到 其實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透過討論區 人網各方面都給我們 其實我們看到的 都有很多意見 我亦都期望大家內部 都盡快要組織起來 第一就是聯絡機制 下個禮拜開會 我們星期日完成了個集思會 下個禮拜五我們就會正式開會 到時會有些架構和工作上的 我們都搞個自權運動 好嗎 好 自強自權運動 自強自強自強 即是打拳拳頭三的時候 我們應該自覺些什麼呢 我們自己內部… 出紙人 出紙人 真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四個團體一定會繼續 團結一致接受挑戰 下個禮拜見 拜拜